我是主持人宁欣欣 我是主持人李循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AM089 FM94.3 彩虹旗的世界 今天除了我们的疫情以外 还有所谓的人际间的大战 不是宇宙大战 是是是 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 我们俩今天的开场有点不太一样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场之前 就已经两个主持人之间就一场大战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要谈一个千古不变的道理 就是你的妈妈跟你的太太 如果同时间掉进水里的时候 你要先救谁 OK 所以我们要谈的是婆媳问题 这一集男人应该要好好听好 但是都要听 女生也要听 我觉得 不能只有男生听 对啊 因为就你的角度 其实你认为婆婆更应该听好 对不对 对 好 那因为对我来说 为什么听众朋友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刚刚进行一场大战 因为我总是认为婆媳问题 一定是男人的问题 中间那个男人没搞好 所以让两个女人呢 互相去 聚餐 看买 然后让他们两个自己逗 然后自己中间两面讨好 可是实际上到最后又两面不讨好 这是我 我觉得 看到很多的关系之后 然后我自己得出的结论 可是主持人不同意 所以我们刚刚就在进行了一场大战了 好来 主持人您说说您的意见 我说说我的想法 对 我觉得确实会为难 会为难 为什么呢 因为两家的习惯 作风 思维 都不相同 那这时候如果做婆婆的人 一定要按照自己的习惯 还有家规 对 离书 对啊 离书 对 去做要求的时候 当然那个要求呢 有些人会顺从这个文化的约换规定 因为我们都活在这社会 其实有很多的风土民情 对不对 尤其在结婚 好多的事都是跟风俗有关 那这个呢 当然就会变成是要去 以我们的伦续会去遵从 可是问题来了 就是说这个遵从 有时候会打破了 或是离开了这个媳妇 她的能力范畴 能力 能力范畴 我会觉得那是她的能力范畴 因为她 或是她的想法 跟这个长辈不一样 或是我觉得习惯 或是个性 对 都会不同 对 我要这样子分析 我觉得一个女性 嫁到他们家 其实她最熟悉的是 这个男人 而不是他们家 是的 她只熟悉那个男人 她不熟悉这个家的 是 她都不熟悉的 完全不熟悉的 对 因此呢 这个不熟悉 有带给她不安全感 某一方面 她不安全感 她不晓得该怎么做 才能够融入这个家庭 我不要说 合乎这个家庭的规矩 她不知道要什么融入 因此她都是在尝试 大家都在试那个底线 没错耶 我突然想到 譬如光是吃个晚餐 就里面包含很多 有些人家庭是各自吃 有些人是要等 全部所有的人都在一起 才能吃 你知道光是盛饭 这件事情就有很多的规矩 有些人要怎么样的盛饭 还不能够粘在那个碗旁边 或是在那个盛饭的瓢子上 对 要干净 对 你是这样说吗 有些人家里真的呢 不能够把饭粒粘在那个碗边边 一定要把它挖一下 有的有些比如说法 我曾经听过 还不能问说 您还要饭吗 就好像是乞丐 对对对对 因为饭吃完了还不能够问 妈妈你要再添一碗吗 对对对 要改成这么说 对 所以这些的蛛丝马鸡 就会影响到这个家庭的互动 当然我觉得最 我刚刚讲的是生活习惯的细节 那有时候一旦有了孩子 老一辈的人 如果他的养儿育女的纪念 跟新一代的不太一样 比如说搅完的东西去喂孙女 这个以前奶奶爷爷 他们那一代是会做这样的 你会觉得很不卫生 对不对 因为人家摇一摇 然后媳妇就会说 那我摇一摇喂你怎么样 如果呛起来就是这样 我以为现在台湾可能比较少这种问题了 但是会有其他的更多的问题的 现在我从网路上会看到的一些现象 其实现在的新的女性 我指新的女性的媳妇 其实她们也会有她们自己非常有趣的思维 对 那个播出来我都觉得不觉得成为道理 可是她就会觉得她的道理是非常正确的 她的婆婆是不好的 对对对 会有这样 都会认为老一辈的都一定不好 对不对 她会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是的 那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这个媳妇呢 说真的她完全是不熟悉的一个状况下进来 对 我们不要说她叫外人 嗯 很多的人会把媳妇当外人 就因为她从外面进来嘛 叫外人 可是外子呢 外子啊 对啊 外子也是啊 那个女婿外子嘛 对对对 她还是外人 对真的外人 所以这个夫家也把你当成外人 我觉得都刚刚好而已 是是是 好来了 现在的婆婆们呢 我觉得跟以前其实有太大的差别 我就以我为例 是 呃 其实你看哦 他们结婚的时候 呃 我觉得我就是不干涉的 因为连结婚看开始都会有 会有问题 是的 其实开始就是 嘿 你也知道就是那个习俗两边 要饼啊 要不要拼 对对对对对 而是在菜市场呢 还是在饭店呢 好 比如说 夫家认为菜市场就可以了 对路边黑松饭店就很好 对不对 一万块可以吃很多很好的 然后女方娘家就觉得 我我大概就这个女儿 我要她风光 对 或者这个女孩子就要风光 刚刚我才看到 呃 在球场上的 呃 她的先生 呃 就在球友面前求婚 然后两个热纹 然后她送一个很大的戒指 就她拿出来是一个很大的棒棒糖 对对对 糖果戒指 然后她就很生气 因为跟她的期待不一样 不是钻石 是当场甩了她一个耳光 然后把那个饮料拖在她的 对嘛 你有看到 我有看到那个影片 所以你看哦 光这样不符合你的期待 是 你就会有这么多的冲突 失望 真的 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跟亲家 嗯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不要介入 虽然是我男方是当家的 是是 应该给我做 因为我算应该听众朋友 应该要说明 我们今天真的有个婆婆 现场有一个婆婆 所以我们谈婆媳问题 然后现场我没有跟婆婆相处过 是 所以我很幸运 我只有跟妈妈相处 所以我很幸运 那我想从您的角度 其实很容易从婆婆的角度来谈 所以我觉得一个有智慧的婆婆 也许她是一个有智慧的女人 您就从婚姻开始 你就都不涉入 对不对 从他们结婚那一天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是从他们两个谈恋爱 你也没什么涉入 对不对 没 因为那是你 那是你选择的 你看上的 你全权负责风险吗 对啊 所以等到他们结婚的时候 亲家就问我说 亲家啊 您要拿拼吗 聘你要吗 等一下我们问 是不是娶到台南的女儿 没有台北 那就好 台南的女儿台南市 离好多 所以年选饭店 然后我那时候也真的没有太多的存款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给女方 我觉得这一点他们也不错 我就没有办法给女方钻石 然后有一些的这个赔价 黄金对不对 挂的满满的黄金 那女方就说他们自己出 因为她自己是珠宝商 所以她就说那两个人的钻石他们负责 他们专业的就对了 所以他们就放在了国宾饭店 然后一场下来他们都做主 钱收了是要归到娘家去 还是两想口子的口袋里 我通通不管 但是我的亲朋好友都是有来的 我的亲朋好友也没有太少人 但是呢这些人的钱 我都以他们为主 你要交给你爸爸妈妈 还是你们两口子自己分饭 是的 我通通没有在乎 可是这样子会不会让对方觉得你不在乎啊 很可爱 后来亲家有跟我讲了一句话 她说 是你在娶媳妇还是我在娶媳妇啦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就哈哈大笑 我说我希望我都不要介入 让孩子们很好做决定 然后他们就觉得也很意外 就很意外 来了 然后接下来 但是他们不会感觉到你是默不关心的 不会我就跟他讲说 因为我会发现这是一场斗争 这个如果介入的是一场斗争 我就很清楚的告诉我的亲家 我说就算我很理智的说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呢会跟你的期待会不一样 他说没啦 没啦 万一的那个也不会好 我说但是很难说 真的 你心中可能有一些的隐痛 我也不知道 你讲个这么清楚哦 说的这么清楚 好 那个旁边听众朋友当婆婆的 跟当那个要记得 双方的家长我就先谈 不一定婆婆啦 就是两方双方的家长都要很清楚知道 就是说我的作风是什么 那我今天会这样子做 你也很清楚说了 他会是产生冲突呢 期待不同就会产生冲突嘛 我说虽然你都会配合我 但是我不想那个配合 哪一样你是觉得是都没有问题 很诚心的没问题 还是是委屈求全的没有问题 所以我的不介入呢 没事 他说哦 你了解了解 好 那就过了这一关 好 接下来呢 我其实没有要他做坏 你说就是结了婚之后 结了婚之后因为他没有工作嘛 然后只有我的儿子有工作 所以他是待在家里 所以他们真的就是 维持一个非常传统式的 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方式 当时我是在新店的山上 然后当然一栋嘛 那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 我其实有一个好处 我不常在新店 我一直在南方 是是是 所以就无形中隔离的 不过他们兴奋的那一阵子 我有特别请了假 跟他们做了一些相处 特地的 所以就去 就是当了一阵子真的婆婆 对对对 还当不久 大概当不到半个月 好 OK 就是physically 我们叫生理 physically的当了婆婆 对 其他都是心理上面的婆婆 好 他就会一大早 会很惊慌的就要起床 真的啊 因为他听到我的声音了 他就要起床 对 我说No 我说不用 我说就去买早餐 就大家进来吃 我说你也不用 听到我起来了 你就一定要起来 你就睡到你自己觉得 可以醒来 自然醒就好 我也要这种婆婆 他一听完 第二次他就睡到了12点 那我就先把我早餐吃完 就没有去叫他 因为睡觉比吃东西重要 真的 然后他中午12点起来了 我就说好 你想吃中餐呢 还是西餐 还是党室 OK 那我说如果要下厨 我说我们两个都不下厨 你先生下厨 你 就是你儿子 对 所以那时候 你儿子也是婚嫁在家 对 对 你儿子跟他一样睡到自然醒 对 我觉得这点很好 因为 因为你儿子也是这样 媳妇当然也是这个样子 你也是这样 你都过自己的 三个人 各过各的 如果儿子先起床 我就说那 儿子煮饭 我说我去买个菜 你跟我一起去买 那你烧饭 我说现在两个女人都要你伺候 那如果你太太不在 那我就伺候你 我就煮给你吃 因为我是你娘 那你太太在 我煮 他会觉得他好像都很乱 没错 然后虽然享受的也不是那么的坦然 对 我说你煮 没事 一会儿你洗 对 好 我就这样啊 可是你觉得他没有压力吗 错 谁 你说你 媳妇 压力大了呢 为什么 他搞不清楚 嗯 嗯 这个婆婆在干 这个婆婆 嗯 虽然这婆婆看起来 那个很开明 很nice 可是我不知道他到底那个那个肚子里到底在搞什么鬼 所以就这样啊 因为你你采取的方式是非常态的 你知道非常态的那个 非传统的 对 所以那个非常 再加上你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很害怕 譬如他那是传统的对不对 怎么可能一个媳妇可以睡到自然形睡到中午起来 然后又不傻傻停除又不做 对对对 对对 我不晓得 然后过年 葫芦里卖什么药 然后你要回来 我那时候就住高雄了嘛 嗯 然后就他们都会回来过年 我们大概以他们为主 你母亲节要回来也可以 不回来也可以 中秋节我也没特地规定 但是过年 对 就变成一年大事 是 然后回来 回来应该也是我煮三餐 就那个他们在的那几天 过年那几天 过年那就是真的 我下厨 因为 哎 儿子要陪那小朋友很小嘛 对对对对 然后他其实没有什么事 我们就吃完饭 然后想要去谈谈玩 就开车 去哪里玩 我以为觉得他适应了 对 我已经八年了 对 结果他有一次呢 有跟我儿子 什么都很OK 对 但是呢 你的生活习惯 因为在家里这样相处 因为我就一直看会看书 然后会做什么 那他看的是电视剧吗 对对对对对 他就觉得 那个无形的压力会一直来 因为你比较进步 你在往前跑 他还在后面 他就觉得那个环境是压力 因为他们的家就是 就整天就是 每一次大概就是看电视 没有人进书房的 那我们家呢 会有一些习惯 所以我儿子也会去的时候 就会到什么书店 去看书去买书 所以讲到这里呢 你看虽然做到这么棒 还是有压力的 还是有压力的 是的 好那我们就继续再说明 之后的情况 踏遍每个街角 城市的璀璨疯狂 高雄广播 陪伴你探索 FM94.3 我是主持人林彦卿 我是主持人李行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AM1089 FM94.3 其实我一直在塑造一个 也不让媳妇产生压力的氛围 对我们今天是在谈婆媳问题 所以大家都要听好 有婚姻关系 跟即将进入婚姻的都要听好 所以后来呢 我觉得她有越来越坦然了 放松了 真的搞清楚 你葫芦里面真的卖那个药了 因此我有时候回到台北 我会先预约 就说我什么时间会在台北 那我会想见你们 看你们有没有空 不是就突然去她就应该在 我会事先给时间 对 然后也问她方不方便 没错 有的为了真的是这个 我突然想到网路上面有 就是儿子把自己家里的钥匙 没有经过太太的统一 就给了家人 妈妈跟爸爸 所以妈妈爸爸从高雄 或是南部上到台北 时候可以随时到他们家 因为他们认为应该的 对 因为儿子的家就是他的家 对 这件事情也惹得那个媳妇 不高兴 不高兴 因为她不知道什么时候随时 会有外人闯入 对不对 我觉得这应该是尊重 虽然外人好像有一点 那我是一定会问 就先开始 所以你没有你孩子家里的钥匙 我也不给他们我的钥匙 是的 你看这就是对了 我也不给他们我的钥匙 他们也不给你他们的钥匙 我不要他们给我钥匙 对了 对了 这样很好很好 你不要他们给吗 他们也从来没给过 不会 那我不会去要 说你们的钥匙要给 没错 这个很重要 那我一定会写信 或是传来 就说我什么时候想见你 方便吃饭 那个用的时间大概只有两三个钟头 除非真的要去旅游 比如说到台南就一整天 或是三天两夜 那当然要约好 要约好 我觉得你可能比较忙碌 因为你要约你三天两夜去玩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然后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 像他就很自在了 他就不会说 因为我一年了不起上去三四次 对 过往 其实很多媳妇就会 因为都预先告诉你了 那你跟你的好朋友的聚会 因为那个不是大事 我说白了 就是好朋友喝下午茶 然后聊四辉 对 那个不是大事 你是可以挪开 对 因为你婆婆难得来 嗯 一年 除了过年 那就两三次 上台北 对 我如果是媳妇 我会陪 一定要啊 我会陪 一定要啊 但是我媳妇已经自在到 她可以like 我说妈不行哦 那只有谁谁谁可以陪你 还有孙女 OK 那我呢 要跟谁谁谁 我们有几个姐妹淘 我们要去喝下午茶 嗯 她还会告诉你 禀告她的行程 对 她就很大方的 诚实的 然后不会觉得是你会责备的 嗯 所以就表示说 她已经非常自在 她过她的生活了 她的生活 而不是因为你的来 她就要做什么配合 那我就会回信 说非常谢谢你 给我们母子独自相处的空间 或是祖孙相处的空间 我说我们就可以 乱说一通的话 因为有时候她在 有些话不能乱讲 当然 那这是 没有必然要批评她啦 但是真的有时候 有些提起话 或是有些事情真的要 是有时候就是 这边可以开得起的玩笑 对对对对 可是真的有些人不能接受 那这些都是我熟悉的嘛 那她我毕竟要有一个界限 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一直这样子 她们的婚姻下来 那我就会发醒说 因为我刻意 我刻意希望 我不要有给媳妇压力 然后她仍然可以做她原来的自己 那这样子的婚姻呢 我就没有再从中做梗 她们就会磁场 那如果不磁场 那就她们自己的问题 没错的 没错 这就是我说的 就是她们必须自己自主 然后她们的婚姻当中 是没有你这个外力介入的 所以这个没有排除了外力 那就纯粹是她们自己的事情了 那如果女方那边的爸爸妈妈要介入 那就是她们的外力是来自于那个地方 不是来自于你 没错 你撇的可真轻啊 这个很重要 是的 所以我认为 非常重要 一个婆婆一定要有智慧 我不能说要心胸广大 就身为公公婆婆 还有那个什么 她叫什么 公公婆婆 另外那边她叫什么 那边叫亲家 没有 公公婆婆 还有那个老公那边 本来就是这四个老人家 公公婆婆是女方称呼的嘛 那儿子这边称呼的对方是岳父母 岳父岳母 对对对 突然辞穷 所以岳父岳母公公婆婆 这四位老人家 都要有智慧 都要真的有智慧 是的 就是 就是你们看到很多时候 关系两个人的关系都已经很复杂了 如果再插进这四个人 我们再插进那么多的文化 背景习俗 然后要求另外那一方要按照我的习俗 然后另外那一方也要要求这一方 也要按照习俗 所以你就会看到两个人的关系里面 被拉扯到四分五裂 所以如果他们产生问题的时候 你就很难清楚的区分开 到底是什么问题 就是你说的 所以呢 女性主持人是这样 假设这四个大人 对 四个大人都很有智慧 对 然后也对事情的处理是漂亮的 嗯 我觉得再吵就他们自己的 他们两个人的 没错的 吵架 是的 不是这样吗 对 那现在呢 其实他们也会自己有吵架 嗯 也会有 这个吵架到底吵到他们呢 要不要留 还是要离开 嗯 也因为家进去了 我觉得不见得死 当然 刚刚开始我们已经有一次说 婆媳的问题 嗯 可是我觉得也会有岳父母的问题啊 对 岳父母对于 另外一方女婿的期待 是的 要求 也有可能促使她的女儿 做了一些 没错 在相处上 很不同的想法跟行为出来啊 这个情况其实上会在少子化的状态当中更加的明显 对 尤其假设啦 两个都是独生子女 所以不见得都是那个 呃 南方的女婿 婆媳问题 不是只有婆媳呢 哈哈哈哈 所以我怎么会不那么的赞成呢 好好好 我们下一集开一个 呃 无欧婿吗 还是开一个 没有没有 我觉得她其实是所有的环境婚会都是影响的 对 所以是我们现在呢 因为这两个人呢 呃 比较喜欢被拿出来谈是 我一直在说 在沟通上 还有在意识形态上 一直觉得那都是女人的战争 是的 包含情感的移动 包含婆媳的问题 通通都放在女人本身的战争 是 其实不应该只有女人的战争 是的 其实那个男生 是男生 男生跟呃 女方那一边的人 他们其实都有关联 我不认为女方的家长 对于女儿的影响是没有的 是的 但因为我们说婆媳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婆媳问题 仍然还是在一个传统 我认为是传统 就是说 娶一个女生进入到我的家庭里面的 这一种传统 那当然我知道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家庭都是新家庭 就是两个结婚之后就搬出去到外面 所以也不跟两个 不管是媳妇 不管是公婆 还是岳父岳母 都不同住 对 其实上大部分现在的生活是如此 也可能就比较遇到的婆媳问题 会比较那么的 不会那么的严重 没有 你知道你包含薪水 假设那个男方他还要养父母 是的 然后又要养这个家 是的 那媳妇呢 就会开始murmur 是啊 我们家都吃不够了 你还养你的爸妈 是 好像那个钱又拿得太多 你有那么多兄弟啊 你可以分担 这个东西 为什么是你说的比较多 这个问题在于父母亲老了之后 您知道后面的安养的问题 就会常常出现 对不对 比如说家里的兄弟姐妹 为什么爸爸妈妈跟我住 或是为什么 爸爸妈妈的那个安养问题 都要我们来负责 其他的兄弟姐妹 难道都跟他们没事吗 很多时候其实也会产生这个问题 对 我们今天其实说婆媳问题 最主要是因为 我觉得真的婆媳问题都是男人的问题 我知道你也不太同意这样的说法 对 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 其实在不管是婚姻里面 还是怎么样 其实上婚姻问题 我想我们应该要说的是 婚姻问题本身可能 不是那么容易跟简单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因为在国外的文化可能 其实国外文化也一样 爸爸妈妈一样设入的 OK 少子化之后 爸爸妈妈的影响力 其实会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 婚姻关系里面 所以我们其实上次在谈这个关系里面 其实有太多的人会影响这个关系 那你的意思是 不关的人其实都应该要退开 应该要自己很清楚知道 自己的那个 我们叫做界限 就是那个度 你的度不可以太那个 太进入到 跨越到 夫妻 两个夫妻之间的问题 虽然她是你的女儿 或虽然她是你的儿子 可是结婚之后 她就不是你的儿子 也不是你的女儿的 她是别人的先生 或是别人的太太 然后他们生的孩子 是他们两个的孩子 不是你的 当然你也可以去寒衣弄孙 但是请你不要摄入太多 不要包含着 比如说把自己 比如你刚说的 传统上自己吃过的东西 都觉得很好 然后就给对方 帮对方做很多的决定 今天其实是在说这个 每一个人都要谨守好自己的那个度 跟谨守好自己的界限 不该要摄入 你就不要摄入 他们两个要吵架 就让他们两个吵吧 对 你也不用去劝 也不用劝 然后去做一个什么 和缓的完整 这种 因为他们要有智慧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对 就像国家都已经不管他们了 你在说什么呀 国家不管就是 婚姻是你们两个人两相 自己要去处理的关系 国家都不管了 我们也没有保证你两个结婚之后 一定感情很好 并且对白头偕老 对不对 没有人这么说 所以父母干涉什么呢 没有需要干涉 所以基于这一个点 当然啦 你刚刚说的 也是现在一般人 还没有把这个 你刚说的度也好 或是界限 没有自己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然后介入了月了 对 那这个月跟介入 就会回到今天旅行主持人很想的就是 为什么这个的问题出来了 那男人他要负起很大的责任 是婆媳问题 这是你 是 一直想要谈的嘛 我一直都觉得 婆媳问题其实是男人的问题 要去把这个handle好 因为毕竟他是外面进到你家 那你是儿子 你应该去把这边给安分好 因为儿子最少比较理解自己的妈妈 对不对 然后又是自己的太太 太太是你自己选的 对不对 那你又比较理解妈妈 所以照理来说 就是我认为中间的这个男人 必须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关系 对工作 只可惜有很多的男生 我觉得在为什么 push关系我会看到 是因为这个男生 永远想要当妈妈的好儿子 所以他会讨好妈妈 所以就会叫太太忍耐 忍耐 反正我妈妈就是这个样子 你就忍耐她 你看我 我已经忍耐她好几十年了 不也就活过来了 你就继续跟我一样忍耐她 不就好了吗 可是她一方面要求太太这么做 可是一方面她当然 就是她希望太太跟她一样 就当一个好儿子 我觉得她中间其实上 就是想要谋求两边的好处 但是她实际上会发现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她其实无法解决问题的 我从另外一个观点看 一般的传统是会想要讨好 或是讲得更精致一点 孝顺父母 然后她也很想要留住自己的太太 对 而她不是叫太太忍耐 不见得 不见得是叫太太忍耐 她也想满足 想做一个公正人 满足太太的期待 对 可是问题来了 其实最苦的是她 你一直要她解决 对 可是她很苦 因为这边太太她是要的 是她自己选的 她深爱的 那这两边她都爱 一个是亲情的爱 一个是夫妻的爱 那她夹在中间 其实是非常为难的 我知道啊 非常为难的 因为她处理了这个 顺了孤就腻了少 对啊 对 你说一定要她解决的时候 我本来站在她的立场的时候 我觉得她是 摸摸摸摸 对啊 一个头两个大 我知道啊 所以婆媳问题很多时候 你知道我一直在一群男人 我每次都说到男人的问题 每次男人都不想 都觉得他们不想承认这个事实 可是我觉得她本来就会 问题她本来就应该要学会 怎么处理这两人之间的 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啊 你会有这 那也就是期待子 是的 那个就是期待子 是的 我代表着好多的媳妇 她就做水 对对对 男人怎么解决这个方法 我们不能只有讲事件 是是是 要告诉人家方法 因应的方式 好 仰望未来的阴影期盼 将希望的声音打开 我不孤单 因为有你陪伴 只要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我是主持人李恬 我是主持人李恬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AM1089 FM94.3 长期的世界 我们今天谈得很兴奋 因为我们谈千古不变的 婆媳问题 但现在其实也不是婆媳问题 而是四个老人 跟两个年轻人之间的问题 六个人的问题 真的六个人 好 OK 那我们接下来第三段 最后一段 我们要来谈因应 男人 我们现在真的讲给男人听的 或是讲给小夫妻听的 OK 好 因应方法 所以女性主持人 你会希望怎么因应 好 我的因应方式 就是我跟我老公说的 OK 我认为所有的血缘关系 你再怎么坏 怎么破坏 它永远都可以恢复 所谓的恢复指的是 譬如说我跟我妈妈之间 你知道我们从小到大 被妈妈打 骂 爸爸妈妈 假设 或是我们跟妈妈杠着 或跟爸爸杠着 我们抗拒 或是我们反叛 再怎么样 都是亲子关系 它都不会破的 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它不会打破的 所以我再怎么样 跟我爸爸妈妈 那个 比如说很多的抗争 或是很多的争吵冲突 还是会回来亲子关系的 可是非常非常薄弱的是 我认为那个婆媳的关系 或是跟女婿的关系 那个是因为借由我 所以他们两个才会产生关系的 所以那个关系 其实上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那个脆弱都是在握 假设我从我的角度 所以在我来说 我认为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 我认为我的先生 必须跟我爸爸妈妈处好 就对了 没有其他的 就是即使我的爸爸妈妈 告诉他 再怎么样子很为难 你只要表面上 跟我爸妈保持好关系 其他所有的事情 都应该要由我来解决 那我可以跟我爸爸妈妈 吵啊闹啊或怎么样子 那都是因为我跟我爸妈 之间那个血缘 并且我还除了这个地方 你必须要 我觉得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勇气 去面对 我是一个在爸妈面前的坏人 是因为我想要保持我的关系 然后另外一个 我一定要让我的伴侣 跟我爸妈之间 他是一个好人 一定要保持那个良好的关系 那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 当然有可能我的伴侣会希望 有一些事情他觉得很困扰 他没有办法 因为毕竟我们刚刚说的 生活观生活的方式 很多差异 那我会清楚知道 我的爸妈说真的 他们也不是一个很让人 可以忍受的人 我自己很清楚嘛 因为我跟他们相处了好几十年 我也知道他会对我的伴侣 产生什么困扰 那这个部分就要由我去沟通 可是我去沟通的时候 不可以说因为是我 原因奉送 对绝对不可以的 那个原因奉送 那简直就是 吃账他们两个对立啊 你怎么可以直接就说 对方说什么 所以你们要怎么样 你是白痴吗 我觉得就是这样 解决问题要往朝向正向的发展 那个正向就是我试图 要把家里的关系 要最少保持一个融合 这是我的做法 所以我说的 坏人我来做 好人你去做 就这么简单 这是我的 我的因应 好 李勋主持人 你的因应 我说会造成一个结局 我先说事实上 它可能会变化的结局 当你 这个是有趣的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因为你都去当 父母之前的坏人 当然 再也不做原因奉送 就会婉转去陈述 不要带有一个纸白 对对对对 纸白就会伤人 对对对 你知道吗 当岳父岳母或是公婆 她本来就发现 她的女儿或是她的儿子 娶了人嫁了人以后 向心的力量 没有以前那么连着了 因为她都在她家了 跟你的相处就少了 对 那她就一直认为 是很像那个情感移动一样 你勾引了我家的孩子 没错 她本来没这么坏的 会吵会吵 但是没有吵到 现在频率变高了 然后力道变大了 所以她就更 更 我理解你的那个意思就是 我女儿以前明明是很好的 很顺从的 现在不顺从了 所以一定是你分掉了 一定是你 或是以前我们也有吵 对 但是吵呢 没这么激烈 对 或是吵完两三天呢 就没事了 或是当场就和好了 是 可是现在不是 还会冷战哦 变哦 变哦 那谁 这告成了 谁造成了我的孩子的变化 一定是你的 我反而没有 有可能的 没有增进 这个关系 或是圆龙 就不高兴 还是不高兴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还是不高兴 我碰过 看过这样的情形 如果我变化太大的话 对不对 还好我没变化太大 这个是很重要的窍门 所以你如果知道这样 所以为什么说 除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外 你说的方式 其实呢 小两口子 两口 自己本身 他也要有一个觉察度 嗯 这是我遇到的 哦 好 因为我的先生就很敢说话 然后他也很婉转啊 可是我们回家的日子 就没有他以前 没有娶我的时候 可以天天回家嘛 一定的嘛 一定的嘛 对 可是在我婆婆的眼里 他认为 他的儿子以前是天天回家的咯 娶了媳妇忘了娘 哦 他现在变少了 然后现在还会为阿金抗争咯 对 哈哈哈哈 所以我每次回去的时候 我婆婆是 那个眼光是 很神奇 OK 可是他又没有办法说出来 是 那我可以看得到那个眼睛里面 有很多的不满吗 恨意 对 对 吃醋 那我就要有察觉 我不能很高兴说 我赢了 我不可以耶 因此呢 我就知道说 啊这样不行 我就要去增加回家的频率 让你的先生保持原来没有结婚的状态吗 哎呀 我就会说 如果你没有回到我这边的时候 麻烦你也要 你就回你爸爸妈妈家 多回几趟 我说这里你可以少回 这里你可以少回 爸爸妈妈那边你要多回 不行 不行 我是这样 不行 我很清楚跟我妈妈说的非常清楚 因为他是我的 因为应该是说 我本来就没有常常回妈妈家了 坦白说啦 所以就不一样嘛 对对对对 就因人而异嘛 对对对 那假设你那个不长那就没事嘛 是是是 那因为我这个是他以前就是这样嘛 太长了 太长了 所以你不能让那个变化一下子马上 一定要妈妈啦 所以我觉得回到我们前面两段说的 真的父母亲必须要清楚的认知到 我的孩子已经结婚了 是的 他已经长大了 所以当他们还没有这种sense的时候 那我们做小辈的要做什么 这也是智慧啊 唉 你们不能光期待他们改变嘛 除非像我我就自己改变了 可是问题来了 万一老人家没那么快改变 或是也还没改变 对 那你也要有智慧去对应他们 真的呢 所以你可以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结婚典礼要搞到那么的累人 你知道吗 因为结婚典礼完之后 突然那一个这么累 这么繁琐的过程 其实是让人觉知到 原来我已经把一个女儿嫁出去 跟一个原来我的儿子 另外有了伴侣了 自己得知道要往后退了 对不对 忙了一阵子之后 你就要知道了 就有点像你上班上的一辈子要退休 对 就是你要有觉知 知道那一个你的生活 从此再也不一样 你不可以用以前的方式来要求你的小孩子 一定要成婚定型了 对不对 尤其搞不好 他原本以前像住家里 然后他之后就搬出去的那一个适应 然后我就会采取一个 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有时间 可以增加我同行的 对 那怎么办呢 因为我的孩子就会长大会很可爱 那我就会利用寒暑假 然后我就会把孩子送回去 就让他看到那个小孙子啊 就忘了那个媳妇没有回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就忙得很高兴哦 听着我可以听得到主持人很高兴的笑声嘛 那个策略 这个女人真的是 然后公佛就因为小孩子很可爱啊 他就忙到不亦乐乎啊 然后有时候孩子还会想我嘛 就会说我要找妈妈 我要找妈妈 那我婆婆就说 好了好了我会告诉妈妈 他会回来 你要乖乖要干嘛干嘛 然后他就会打电话 以前是很不高兴我回去嘛 他就会打电话 阿天妈那个孩子在想念你啊 你要赶快回来啊 OK 就变成是他邀请我回去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东西 是因为一个东西叫做寂寞 对 对不对 我们之前曾经谈过一次的寂寞 那个离朝老人家的心情 你都不能不care的呢 那是因为我很strong you know 我不是我不失窗 那我就没有办法那个享受 enjoy lonely啊 对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那中间 所以你看儿子要去处理爸妈的寂寞 女儿要去处理爸妈的寂寞 然后两个小 然后两个人又要处理小孩子 跟家里面跟两个沟通 你看那个那个新婚 两个人面对所有的婚姻生活当中 哦好忙哦 所以就用这样 那像我现在的孙女已经五年级了 那我上次回台北 就是把他们约出来吃饭 就告诉我孙女说 永永啊 奶奶会很想念你哦 那你这次过年的时候呢 算寒假嘛 那你就多待在这里 等寒假完你再回去 那他现在长大了 他就比较没有依赖性 他说可以的 但是要给我那个一台iPad 我要玩 那个游戏 我说那个没问题 那个从台北记下来 那你爸爸把你带下来 所有的工具都把你带下来 然后你就 然后他还问我 那我就是跟你 睡你的那张 所谓的席梦斯的床 因为我只买席梦斯 我说yes 还有 我知道奶奶 你有两间这个卫鱼设备 你的卫鱼设备是最干净的 姑姑的那一间很脏 你今天顺便把你女儿给出卖了 对 在他的眼光里面 他自己去做那个卫生服装 判断 所以我要用你的那间 对 我说没问题 条件谈好 然后写纸条 如果奶奶你不可以反悔 你是 那我就觉得也不错啊 他爸爸都不能下来看我 那夹持女儿 夹持孙女 那我也是得到慰藉啊 是是是 我以前是把孙子送去嘛 对对对 那现在换我去要人 对 要那个孙子来 要那个孙女来啊 我觉得你可以想办法 然后让老人家没有寂寞 他其实是真的想要有人在旁边 但是如果那生活习惯什么都不好 可是对孙子他是完全投降 那你的意思其实上就要增加我们的出生 出生率就对了 就是小夫妻两个一定要生下一代 要要 利用孩子的可爱 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在变相的希望 提升出生率 而且你看哦 我们以前管孩子管那么严 到了当婆婆奶奶的时候 那不一样啦 哎呦 松到一趟糊涂 对对对 以前他们不可做的事通通可做 对 还一弄孙 然后女儿子又觉得 这妈妈实在是怎么变化那么大 对对对对 以前不可以的 为什么我儿子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真的很不公平 所以你看 这个也是一个解决的 嗯 有没有 有没有解决 也有一部分 没有 我觉得 不是 不是 我说的没有 不是 是你的情况 我认为真的这样子的方式很容易解决 是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 你其实上今天整个节目都希望 每一个人其实都踩在自己的界限里面 那那个踩 其实上我们界限本身有三类 有一类叫做很僵化的 一类叫做很很融合的 可是有一类比较好 就是你很清楚知道你自己的界限 你跟别人保持一个适当的关系 你也可亲近 但是你也可可各自独立的那一种 那我们其实上现在在讲的是比较可怕 就是那个 对 太融合的 黏着的那一种 就是我把我的孩子 他50岁60岁70岁 还是我的小孩 的那一种即使他结了婚了 他还是我的孩子 所以那个我的那一种公期的概念 跟你的孩子之间 其实上就已经积极的融合到成为一个人了 所以你就很难进行一个很清楚的分化 或是清楚的分开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接受孩子 独立自主自称家庭的那个事实 你认为还是可以去介入的 这其实才是可怕的 去管控的 对 去管控的 这个事情其实上是可怕的 所以呢 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是比较具体的方法 真的 但是大原则就是每一个人都做好自己的界限 真的 然后就是 各自要知道 其职 各司其职 知道自己 然后 知道自己其实上是 譬如说公公婆婆的角色 而不是我爸爸 不是我儿子的爸爸妈妈的那一种角色 对 然后也把对方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是 你也把对方尊重成为一个人 而不是尊重成为一个我儿子的伴侣 所以我有权利对你们的婚姻 跟对你们的事情指使 因为你是我儿子 我没有上下 我没有上下的那个阶级 对对对 因为你是我儿子 所以他所有的东西也都是我的管辖范围 这样子 所以管得很宽 应该有没什么管 对 你的意思就是不要管那么宽 对对 所以 真的是你今天就是提醒了很多在这婚姻关系里面的其他所有的人 不像我原本想是说婆媳 那就是只有儿子跟我跟他的 之间然后去做一个处理 对就我的角色 一个智慧 对 就我的角色里面 我的婚姻关系里面去谈 而是你在把你的角色放到比较高一点的位置去谈里面可能婚姻里面的所有的人 所以我开玩笑 所以我们应该做一系列 一系列的那样子的钱 对不对 一个系列给公公 一个系列给婆婆 一个系列给岳父 岳父 儿子 所以今天等于是一个总和整理 嗯 总和整理 是的 所以接近尾声 也希望各位一切平安 对 幸福 对婚姻真的幸福美满 人生真的很美满 嗯 好 请各位听众还是继续收听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高雄广播电台M089FM90.3采用其乐世界拜拜 拜拜